要吃就吃,鸡公宝,生活从此,没烦恼 大家好,我是皮诺阿杜 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鸡公宝的做法 鸡肉咱们提前宰成这么大的小块 不要太大,大了不好熟,也不好入味 鸡公宝好不好吃,主要在于酱料 酱料我们会用到 红烧酱油,蚝油,猪猴酱,排骨酱,海鲜酱 蚝油60克,猪猴酱50克,排骨酱35克,海鲜酱20克 再加入红烧酱油30克 盐4克 鸡粉6克 最后再加入6克鸡公宝专用香料粉 把它们和和在一起搅拌均匀 这个酱料是用来腌制鸡块用的 这个专用香料粉的比例必须打在我脸上 简称强制打脸 500克鸡肉里面加入咱们调好的酱料100克 然后把酱料和鸡块抓拌均匀 记者一定戴手套,不然你做的饭没人吃 让每一块鸡肉都满满的裹上酱料 这样才能更加入味 风扇保鲜膜腌制4小时 让鸡肉充分的入味 听说重庆鸡公宝不是重庆的 是老板的名字叫重庆 我的小名叫鱼翅 那咱下一期就整鱼翅炒饭 砂锅烧热加入少许色拉油 做菜先放葱姜蒜 味道肯定很下饭 葱姜蒜炒香 下入干辣椒和一小块火锅料 炒出香味 下入洋葱芹菜 搅拌均匀后 加入腌好的鸡块 把鸡块均匀的铺在菜上 开中小火 加盖焖两分钟 你看这个火不要太大 不然容易糊锅底 做鸡公宝不用加水 菜和肉自带的水分就够了 两分钟后打开锅盖 你看里面有水分 赶快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次加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打开锅盖 香味一下就出来了 搅一搅防止糊锅 红花当然配驴 这一辈子谁来陪 下入青红椒 搅拌均匀 加上盖子 再焖一分钟 一分钟后 打开锅盖 点缀香菜 这样我们的鸡公宝就制作完成 趁着沸腾就可以上桌了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阿渡温暖不了你的心 但是可以温暖你的胃 不管生活有多苦涩 吃饱喝好才是快乐的 做这个鸡公宝比较简单 三分看调料 七分看火候 火不要太大 开中小火就行 拿捏不住的话 可以勤看勤搅动 千万不敢糊锅 不然就有焦糊味 不好吃 今天的鸡公宝教学就到这里 如果你想了解学习更多餐饮小吃技术 请持续关注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